第二十二题 永心敲打甲乙两个不同的阴差 使周围的空气形成疏密 相间的连续坡形如右图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深坡在空中为横坡 错 我们从图中看出来它是一个疏密坡 疏密坡是重坡 我们也背过 空气传生是重坡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C 阴差周围的空气跟随深坡向外传播 这是错的 这是波动的重要观念 波动会传递能量 会传递坡形 但不传递介质 所以周围的空气不会随着深坡 向外面传播 选项珠 以阴差所发的深坡在空气中传播比较快 这也是错的 我们再次强调 同一个声音在任何介质频率不变 同一个介质传递任何声音速度不变 所以甲乙在同样的空气中 它的传播速度是一样快的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而选项B 甲乙叉的频率比较高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甲乙叉在同样的情况之下 它产生的疏密的比较密集 也就是说它产生的波数比较多 同样的时间产生的波比较多 就表示频率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第二十二题的答案 应该选择是B 甲乙叉的震动频率比较高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十二题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十二题